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冲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就是针对这个安华 他宣布这个购物院的薪水 将会从2700起跳呢 然后这个马华的马青的总秘书 书一方 他好像也是马华的发言人吧 所以总是他代表马华的立场了 就出来抽水这个课题了 就说呢 现在你政府的这个最低薪金呢是2000块 然后呢这个私人借的最低薪金 还是保持这个15块 现在这个什么意思 是你政府在搞双重标准吧 OK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一个新闻啊 我心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 马华真可爱啊 连这样的课题都拿来抽水啊 OK 然后我第二个想法就是 现在马华的立场是怎样 马华现在是不是 嫌这个公务员啊 给的薪水太高了 如果你现在觉得这个政府给公务员的薪水太高的话 请你用马来文 出一份文告给全部的马来人看 讲你们马华的立场就是 你们认为这个政府给公务员的薪水太高了 不要忘记过去60年来你马华是靠着马来票才活到现在的 虽然现在半死不活了 OK 去吧 看下你的Item当中BI还在吗 OK 所以不要每天 所以不要每天只是躲在你的马华 用这种 华文的文告呢 来发表这种课题罢了 不过呢 之前呢 有一个课题的 你们很快手快脚的 就用埋文来发文告了 就是讲那个Grab司机啊 唱衰那个回教的那个新闻啊 你们很快就发埋文文告 但是你们的华文文告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OK啦 那个过切事情我不要讲了 所以我讲回来这一单就是 你们如果马华真的是认为这个政府给国务员薪水太高的话 请你用埋文出一个文告给所有的马来同胞看一下 OK好 所以我再继续讲回来一单 这个是我第二个想法 然后第三个想法呢就是呢 好啊好啊 我觉得呢 这个政府呢 应该要听从一下这个马华的劝告了 就说 不要重重标准了 所以这个政府呢 最好是明天下令咯 所有的私人街都必须要最低薪金啊 起到两千块咯 OK 然后所有的中小企业的老板 我不管你们有没有办法执行这两千块最低行星啊 但是你们要记得今天这个东西是马华发起的啊 OK 完全是马华发起的啊 要算账的话去找马华算的啊 OK 所以 我讲的这几点啊 你就可以充分的了解到这点啊 马华抽水这个课题啊 简直是抽水到非常的荒谬 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无理许闹 而且到最后是自取其辱罢了 OK So 马华把这个政府的最低薪金跟这个私人界的最低薪金啊 相提并论呢 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荒谬 怎样说荒谬呢 啊 OK So 现在的公务员 是政府的工人 政府他自己有这个权利 给他的公务员多少工钱 这完全是政府自己的权利 啊 然后 私人界 私人界 政府对私人界的connection只是 你私人界赚钱我政府筹税不好 然后你私人界用多少钱来请工人啊 政府可以干涉 但是呢 你要看这个私人界的承受程度 政府 他可以开出多少工钱给公务员 那个是政府自己可以控制的承受程度 但是私人界的承受程度 政府可以控制吗 政府之前他可以规定一个最低薪金 15块 虽然已经很多中小企业在靠位高步了 至今都还在靠位高步 啊 然后 现在 你说政府呢 他有没有 这一个 啊 可能呢 就是啊 直接叫你私人界 起一个500块 从1500起到2000 啊 然后呢 你们私人界能不能够承担 啊 这一部分的增加 那是你们的事了 反正是马华建议的 不是我建议的 你说可以吗 啊 这个薪水 是私人界出的 不是政府出的 咧 政府如何扛他人之铠呢 啊 老实说 之前政府呢 规定这个1500块最低薪金了 已经是弄到很多中小企业的很辛苦的了 啊 这是事实 但是没有办法 啊 最低薪金 是要确保 最底层的功能啊 每个月至少可以拿到1500块过日子 啊 OK So 我就说了 马华 你把政府给公务员的薪水 然后呢 啊 跟私人界的薪水 相提并论 适合吗 完全不适合了 啊 完全是 啊 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啊 政府之前 逼 私人界出1500块最低薪金 已经是相当辛苦了 然后现在你要他变2000 啊 So 我就说了 马华呢 在这个课题上抽水了 是很不知所谓的事情了 啊 OK 然后呢 我再跟你讲神力诚啊 这个私人界啊 的最低薪金 你要从1500变2000 然后你知道你会引发什么样的效果吗 啊 OK 首先你要看一下那个企业本身的赚钱能力 还有他这个企业呢 他所要请员工呢 啊 是那种要人海战术的还是 其实啊 只需要一点点员工就可以炒作的那种 啊 这两大因素来了 第一大因素就是 如果这个企业本身不是很赚钱的 啊 本身呢 他的盈利呢 只是刚刚好够cover罢了 啊 啊 如果你这样 啊 突然间起一个最低薪金 然后这个老板算算一下 哎 不划算哦 这个盈利减少了很多 啊 啊 老板自己的工钱好像都不够哦 啊 这样的话 啊 你说这个老板这时候啊 啊 他又不可以啊 违反这个法律哦 这个法律规定最低薪金 一定要两千哦 所以你说这时候老板会做什么事情 这时候这个老板呢 他只有啊 两个可能性 一就是直接把他的店给关闭掉 啊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裁员啊 我这个 啊公司呢 本来是有十个员工的 然后算算一下 我必须把它拆到变七个六个员工 然后 你是不是当场让啊 三四个人 事业啊 OK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然后我刚才说嘛 啊 要看两个因素嘛 第一个因素就是 看这个公司的赚钱能力嘛 第二个要看的因素就是呢 这个公司呢 他的操作模式呢 是需要人海战术的 还是不需要人海战术的 啊 如果是有一些行业 是需要很多人手来操作的话 需要很多工人的话 啊 这时候呢 这个企业就头痛了 啊 他 他现在已经不是用裁员 可以解决问题的 他整个公司 他就是需要这么多人手来操作 但是现在 这个劳工的成本 突然间增加了这么多 怎么办 这时候呢 他根本没有办法选择 哦 我裁员啊 已经没有这个选择了 他只有一个选择了 就是关掉这个店 啊 OK so 你这个最低薪金 你突然间起到这么多 会引发这些效果的 你不要告诉我不会引发 你去问一下 所有的中小型企业 会不会引发这两个效果 啊 OK so 然后现在 我们可爱的马华 啊 在那边抽水浆 哎你政府啊 他起到这个公务员的薪水 2000块 周末 私人借还没有起呢 啊 你去问私人借可以不可以起先哦 啊 OK 啊 还是我们要避政府啊 明天就宣布 起到2000 然后呢 我们直接说这完全是马华的建议 啊 OK 哈哈哈 对了 到最后的最后了 哈 我还是讲那句了哈 马华如果是嫌呢 这个公务员呢 薪水期待多 请你用马来文 发一个文告去给全马来西亚的马来人看到 哈 OK so 啊 我就要看一下啊 你们马华 60年来都是靠马来票活到今天的啊 啊 看你们会不会发这一个文告啊 哈哈 OK 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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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